韩国在西部海域开始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这是首尔对导致多名水兵丧生的军舰沉没事件做出的最新反应 北韩被指责应对沉船事件负责 大约30艘战舰和潜水艇 50架飞机以及4500名军人在黄海参加这次反潜演习 地点靠近与北韩有争议的海上分界线 这次演习将进行到下星期一 这次海上演习是紧随上周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后进行的 3月造成46名韩国水兵丧生的天号军舰沉没事件 是进行这几轮演习的直接原因 一项国际调查认为 韩国军舰是被北韩的潜艇发射的一枚鱼雷击沉的 平壤拒绝接受这些指控 北韩星期二发布警告 威胁要对韩国海军演习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报复行动 感谢观看